进入关键第四局 傅家俊 白球贴顶 直接又甩出一杆钓鱼 可对手球运也是冷得 哪怕没劲 应声也没露球 傅家俊只能将白球在挂顶库去 逼迫老莱恩斯送出手下机会 傅家俊趁机炸开球队 继续施压防守 莱恩斯再次送出舒服手架 左边也是要打后不能碰黑球 傅家俊一干弓中带防的组合球 红球没薄击 但再次压制着对手 强行击打最右侧小方 叠一起的红球 老莱恩斯终于犯错了 回球路上撞击篮球 露出了敌带进攻机会 当然这一杆更考验傅家俊的事 如何连接起下一杆彩球 他选择强叫库边黑球 有了 这样的话 就又是傅家俊的拿手好心 半台节奏了 没有七个小时 因为中国是东八去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 英国会把表调一个小时 就是下令水 然后就变成了七小时的时长 感觉是不是这一刻还会最好的理由呢 随着这一杆穿刺得手 傅家俊迎来一杆致盛的大好形式 特别是 左右开弓 拿下中袋粉球 吃下重袋红球 他还差一套红彩球 就能确立自己的赛点局优势 可谁让他万万没想到是 这本该十拿九稳的粉球 居然晃代不见 老莱恩斯看到了一线生机 第一套 红黑球没有问题 第二套 他试着饼花了一下 吃粉配红球的角度 效果不理想 可是到如今 他只能继续踢活另一红球 转防守了 而傅家俊距离自己的超分 还差两套红球 所以他依然有优势 对手不着急 他就更没有必要着急了 比赛就慢慢打 老将也同样是老辣无品 利用这一杆防守 他成功完成了一杆高质量的磁磨合 傅家俊绕两套博球破解 没留一丝漏洞 老莱恩斯继续带出另一封球 继续防守压制 傅家俊绕两套博球破解 又把第三颗红球也激活了 这一下子 比赛就变得好玩了 莱恩斯也知道该拼一拼了 可惜 幸运女神没站他这边 但依然是带着防守后照 往边固执 双方都在踩着钢丝 唱起了防守反击的主调曲 莱恩斯的这一杆 似乎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偏差 傅家俊 机会球 什么位置吧 顶带拿下 粉球 黑球都有了 当然 粉球会有舒服手架 但走位的 就极其讲究了 有了 吃下这超分红球 比赛没悬面了 接着是中代粉球 请推一下 叫球不是很好叫 两位数的超分优势 让莱恩斯直接示意裁判 下一拳 落后双赛点局的对手 开始有点火气了 但傅家俊 依然坚持自己 勉坚打法 坚持防守为主调曲 这高质量的一杆反制 让对手只能贴球破解 傅家俊 也不急 那就防守继续 对手 继续从球 堆可以出红球 想搅乱局面 但是却留下这样的代粉机灰球 傅家俊 也就不跟他客套 低杆强势 顺势 还为自己下一杆黑球 拱出一片清爽空间 这样的话 比赛主动 瞬间就被他握在手里 只是没想到 复位的黑球 王点位这么一拳 自己的下一杆红球 只能选择 黑球右侧上方 角度向上的红球了 当然 这一杆 他应该 也是带着防守后招 既然红球打进人 那就中带绿球 继续帮忙调笑 连续这几下 连贯得分 顺利帮他完成了入局 接下来 就看他如何围绕黑球 一颗颗拿下红球 破大自己比分优势的同时 也为粉球周边 清理出足够进攻空间 这一杆下来红 局面瞬间就明朗了 台面至少有四套红球 他可以轻松拿下 一杆超分 只要不犯致女师 已被他掌控在手里 他那个对排名 是一点影响没有 就都没有 反正不影响排名 单杆60分 他又来到了关键时刻 时下这底带黑球 瞄准最后超分红球 比赛胜负一分 老莱恩斯 也很凯然地放松姿态 翘起了二老图 欣赏香港一哥 接下来的半台进攻 哎呀 可惜了 还是没连接上 现在台面还有67分 傅家俊 超出台面8分 老莱恩斯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争取一下 可这俩对红球的将军 谁也不愿意一下打破呀 老莱恩斯连推两次远台 傅家俊就连贴两次 就看谁熬得过谁 这是第三次贴球了 老莱恩斯被傅哥这五九的贴球打法 也整得没半点法子 最后一再琢磨全红之后 选择炸开那两红球 我一把 可谁知道 傅哥马上给他秀起了长台主 你的莱恩斯是零分 超分优势瞬间就变成了16分 那个黄色的面板是橘分 哪怕最后咖啡球没进 莱恩斯也不想玩了 直接祝贺傅家俊 晋级 英国公开赛 香港一哥 资格赛开始 联赢三场 也是越打越从容 自信了